Yo,朋友们,最近生病了,好久没有打牌了,宅在家里休养 那宅在家里呢,我就看了那个Hustle Casino Life的那个百万美金赛 我就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气质的玩家 看到了有一首可能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离谱,最有气质的bluff 是由这个叫Texas Mike的玩家做出的 你看他一个萌萌的小胖子 跟这个Ghostbuster里的棉花糖人长得一模一样 根本想不到他能爆发出这么巨大的能量 但我后来再仔细看他,发现他跟我的Tony Boy有几分神似 那怪不得这么有气质 所以我实在坐不住了 今天就由我这个加州最有气质的扑克博主 来分析一下这个最有气质的bluff 由我California Chum来解读一下这个Texas Mike的bluff 好,下面进入我们的手牌分析环节 好,我们看到Hook手握7-8 suited,一个open 那Hans拿到90 suited,可以选择3 bad,也可以选择跟注 这次他选择了跟注,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就到我们Straddle的Texas Mike 这手牌呢,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 20欧,你应该第一时间把这个垃圾丢到气牌堆 但是作为一个气质玩家,和我一样 Texas Mike尊重他的每一手牌 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手牌都可以中挂子 所以这里他选择轻松跟注 Flop拉出了A45 很显然对我们的preflop aggressor Hook有利 他理论上有范围优势,可以有任何的大A或者AA 而实际上呢,他也有卡顺,听后门花,后门三条,后门两对 这里应该是一个强制下注 Hook选择下四分之一的小注嘛 下注尺寸的选择呢,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边到Hans,生无可恋地负掉自己的90 suited 心想,自己怎么永远这么倒霉,老是不中 而我们的Texas Mike手握20欧 心里说,兄弟,不中你可以想办法啊 那到我们的Mike,我觉得大家应该理解 如果你在pre选择了游戏20欧 而竟然发出来了A45,卡顺且block nuts 作为一个pre游戏2T欧的玩家 你又怎么可能放弃呢 这里Mike有20欧就会有23欧 有比Hook更多的顺子,更多的nuts 所以这里如果不是他Texas Mike 而是我California Chong 可能会直接选择一个大尺度的check race 然后三枪bluff 当然了,这就是跟我说我要捐一个亿一样 我没有这个钱啊,我说说而已 但Texas Mike这里是选择跟注 那跟注呢,他就应该做好了没击中的准备 此时此刻,我相信 邪恶的种子应该就在他的心里种下了 Tun,poker justice Hook击中了nuts,选择下注半尺 没有任何问题 当你大的时候,尽可能地去下注造尺 可以看到他尽力地眼皮下垂 克制自己内心的小兴奋 结果,更让他兴奋地来了 手握nuts,竟然被人check race到5万美金 是的,20欧 这里本该又放弃了 所以我们的气质Mike选择了check race 那么问题来了 这里你手握nuts,应该怎么去处理 我认为从剥削的视角看 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你的nuts这里就应该3bet回去 原因很简单 大部分的玩家在这里的check race 是严重的under bluff的 这么check race出来就是他有强牌 那你当然要用比他强牌更强的nuts 立刻马上造大底试,赚取更多的value 那这就是德州扑克101 当你拿到大牌的时候,raise 那少数情况下 当你觉得这个对手是有能力check race bluff的情况下 是full of shit的情况下 你可以选择平call 这样另一个好处是 也可以平衡你其他非nuts排行 或者一些jaw跟注的范围 那hook显然很了解我们的棉花糖人 在德州有过不少次的交手 那这里选择平call 把舞台交给对手 打得非常克制,也很合理 合牌呢,有意思了 掉了一张A 此时hook的78不再是nuts 我就在想 棉花糖人此处应该是无法赢下这个敌势了 因为此时他在前卫下注 任何合理的size hook都是一个秒call 那他很明智地选择了check 当时呢,气质不到位的我 还要以为他放弃了 那到hook呢 截止到目前为止 hook的整个行动线 我可以给到一个十分的满分 这里面对前卫的check 也应该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下注 他也进行了下注 那唯一呢 我对hook的这个下注尺寸不是非常满意 他在136的地势里 下注超持16万 我认为过于贪婪和粗糙了 你仔细想想 这里超part 他能value到什么呢 Mike是不会拿一个裸A在turn check race你的 他的check race 要么是bluff 要么就是顺子两队或者set 两队 set成了bought的比你大 没成的两队支付不了你 事实上 我们这里的78 只能去value它的23和37小顺子 所以在你面对可以索取的价值范围非常狭窄的情况下 这里的超持就有点粗糙了 应该打一个较小的注码 寻求支付 或者勾起对方空气排的邪念 那什么情况下超持会更合理呢 我们来换一种情况 假如这里转排的Mike没有check race 而是check call 那么你River打超持就会更合理 因为这里Mike会有很多单A的chips 你能value到的排行就变多了 Hook这里打超持还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你拿什么bluff来平衡这个超持 我纵观整一个session 虽然样本量可能还不够 但总之我没有见过Hook任何的River超持bluff 总而言之 我觉得这里是一个下注 但是注码应该更小一点吧 接近半池左右 这里有意思的来了 20欧 每一条鞋都应该是一个fold 但气质Mike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而且还不打算放弃 我刚刚说打小注码容易勾起对手的邪念 但这对我们的气质玩家完全不奏效 没想到打了一个超持 展示的牌力强到天上去了 还能勾起我们棉花唐人的邪念 他根本没想多久 我是觉得他根本就没有想清楚 直接推了70多万美金的All in Bluff 20欧推了一套房子 阶层差距真的是不可逾越的鸿沟 他随手用20欧推了多少人一辈子的集序 天哪 这个真的是太夸张了 以前的Hustler也有很多非常大的Bluff Wesley AK 什么Lasker AJ Rampage A7 但都是相对合理的Bluff 这个Bluff 我只能觉得这个Mike他对钱过敏 有人说他是富二代太有钱了 那我只能说就算Elon Musk来了 也不会这么去Bluff 这个是骨子里的气质 I mean 我们想想 我们现在是看到了结果 Hook是顺子 但是Hook是在Tuncaller Check Race River打了超持出来 Hook他的Line实际上会有很多的Set 两队 River中Boat了 棉花唐人在没有任何Blocker 甚至这种R还可能Block对手的一些Bluff的情况下 对手很可能是Boat的情况下 在5秒钟之内突然选择信仰了马克思主义 认为资本来到世间 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液 开始仇恨的金钱 推了All-in70多万 这就是纯粹的 甚至超越California Chunk的气质 好 那我们再回头看看Hook 他的顺子到底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在绝大部分情况下 这里就应该是一个Fold 当然我们现在能看到底牌 知道对手是个疯癖 用RTO Bluff 这里Fold了也太丢人了 但绝大部分情况下 在线下Tun Check Race River Double Check Race All-in 绝对是严重的Under Bluff的Spot 更不要说有多少人有这个强壮的心脏 来推出70万美金 而且更重要的是 正如我刚刚所说 Hook他自己的Line 就可能有很多Boat 其实他可以用自己所有的Boat去跟住 顺子在这里面对River Check Race Jam 对他来说已经算是边缘牌了 所以很多人诟病他这里Fold牌 但其实我认为这里的顺子 就应该是一个Fold牌 但是如果再细一点 还有两点需要考虑 第一就是我刚刚说的是大部分情况 这里是不是跟大部分情况不同呢 因为Hook也跟Mike打过很久 他应该知道他面对的这个Mike就是一个唇风痞 比如说这一首 不,那不是第一个人 40万人的保护 对整个人的团队 但那是4000人的队友 对吗 我认为他们有多人的队友 我认为他们有多人的队友 我认为他们会有多人的队友 然后就会有多人的队友 然后就有多人的队友 然后在这些队友 然后是帮助 三bet all-in 有J7O的bluff 那他是不是就 本来就是一个纯封匹呢 那我们面对纯封匹 是不是可以去有一部分的跟注呢 第二就是 这里除了2TO这样 完全实行封的bluff 是不是会有一些 更合理的bluff呢 比方说 4-5-4-6 这样在转排两队 觉得自己大了check rate River被淹掉 但是呢 block两门付耗子的 all-in诈呼 所以结合我说的 这两点 是不是instead of 百分之百的去棋牌 我们可以run一run随机数 来一个四分之一 或者三分之一的跟注 这个也是可以商榷的 但是呢 还是之前说的 这里hook选择棋牌呢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综合来说 hookRiver的超值下注 我给他扣两分 除此之外 他的行动线没有任何问题 我给他打一个八分的总分 那Texas Mike的气质呢 已经又超越了 我的平分体系 无法打分 可能是一个趋近 正无穷的数值啊 然后我听说 第二场Texas Mike的心脏 出了问题 不是我说兄弟 就这么打法 再强壮的心脏 他也扛不住啊 这可能就是我们这种 气质玩家的宿命啊 这不最近我也病了吗 希望大家能持续点赞 关注支持我 对于我们这种气质玩家 我只能说且看且珍惜 好吧 大家下期再见 对于你 其实便宇宙的心脏 我论质量李宾 去迷惑李宗